如果说TFBOYS是帝国传奇,贯穿着整个千禧年的辉煌,那么小火队则是火了半个世纪的团队祖师爷。 从《青苹果乐园》到《爱》,每一首歌都是时代的眼泪。 同时,他们还开启了全民追星的热潮,创下了整个香港史乃至内地史上最高的演唱会热度。 曾经这么辉煌的他们,近况又如何了呢? 大家好,这里是西西丽,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小火队三位成员的近况。 时间回到1988年,台湾开立公司推出了一档名为青春大对抗的真人秀栏目。 节目里有一个少女团体叫做小猫队,为了活跃气氛,节目组打算再组建一个少男组合。 在三千多人的选拔赛中,15岁的学霸苏有鹏,17岁的陈志鹏用洒脱的舞姿征服了评委。 18岁的吴奇龙因为一个漂亮的后空翻,拿到了最后一张入场券。 自此,三个少年组成的偶像团体小火队正式出道。 1989年1月,飞碟公司推出一张新年快乐唱片。 小火队参与录制了两首歌,其中一首就是《青苹果乐园》。 不曾想,这张湿水唱片,上市后效果出奇的好,尤其是《青苹果乐园》,一夜之间红遍大街小巷。 而随后公司举办的《逍遥》《货柜小火队》主题巡演中,更是创下了多项记录。 场地最大,交通最乱,人员最多,时间最长,叫声最高。 甚至,有粉丝直接开车或骑着自行车,一路从台北追到高雄。 追星一词由此诞生。 如果三个人继续走下去,他们还会创下多少记录? 可惜,人生没有太多如果,却有很多但是。 1.吴奇龙 提到小火队就不得不说其中的灵魂人物,霹雳虎吴奇龙。 小火队也迎来了属于自己的辉煌时代,看似吴奇龙也迎来了自己人生的高光时刻。 可是,这样辉煌的时刻并没有在他的生命里停留太久。 他要去服兵役,复出后他出演了多部电视剧和电影。 虽然也获得了不少成绩,但是仍然不温不火,没有再呈现出爆红的状态。 吴奇龙和玛雅书因戏生情,两人甜蜜恋爱了五年,最后终于进入了婚姻的殿堂。 但是,这段让吴奇龙以为尘埃落定的婚姻,却让他变得一无所有。 两个人从一开始,都有各自的人生规划,而且都不愿意妥协,所以在婚姻中出现很多问题。 两个人同样的工作性质,让他们经常在各地奔波,很少有相处的机会。 聚少离多的相处方式,让两个人最终走向了离婚。 他把所有的财产都留给了妻子,两个人没有因为离婚闹得沸沸扬扬。 彼时,将近40岁的吴奇龙经历了婚姻的失败,以及财产的分割。 上天似乎在顷刻间就将他所有的努力都毁掉了。 几年之后,吴奇龙接拍了一部电视剧《步步经兴》。 正是这部电视剧让他快速翻红,回到了大众的视野,同时也收获了美丽的爱情。 吴奇龙和刘诗诗甜蜜如新,他们一生起起落落,熬过所有的痛楚,迎来了幸福人生。 在2016年,两个人在巴厘岛举行了婚礼,两人敬情地享受着婚后的甜蜜生活。 三年之后,两人迎来了爱情的结晶,让很多不看好他们的人也开始默默送上祝福。 仿佛此时,命运才真正地放过了这个一路坎坷走了的男人,让他能有一个安稳的家,走向美好未来。 二、苏友鹏 陈志鹏争兵入伍,公司不得不将小火队解散,让他们各自单飞。 解散之后,苏友鹏回到学校,继续自己的高三学业。 其实,即使在频繁的演出中,苏友鹏也没落下功课。 他当年就以学校第一,理科学校第五的成绩考入到台湾大学机械工程系。 但大学生活远不像苏友鹏想象的那么美好,原本是因为喜欢机械工程才考进来的,后来发现,专业并不是自己喜欢的。 更重要的是,此时父亲投资失败,欠下一屁股的债,和母亲的感情濒临破裂。 苏友鹏不得不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退学。 这期间,苏友鹏出演了《报告班长》、《荒妞专家》和《秦瑟》等电影,但反响平平,几乎没有放弃任何水花。 直到1998年,遇到琼瑶的环珠格格,才让苏友鹏迎来翻身的机会。 环珠格格播出之后,收视率一路飙升,在大陆播出之后,更是引发收视狂潮。 苏友鹏又重新获得了认可。 后来的几年里,苏友鹏又出演了琼瑶剧《秦瑟与萌萌》,化身化劳杜菲,一度成为网上最流行的表情包之一。 但多年拍戏,太多雷腾的角色,也让苏友鹏心生隐忧。 他并不想将自己困在一个角色里,难以自拔。 2009年,收视好行郎,苏友鹏决定转型。 接拍了导演陈国富的电影《风生》,退去以往的角色形象,化身军阀身边的名宠白小年。 最终,演技也受到了认可,凭借白小年这个角色,拿到当年百花奖的最佳男配角。 大家都开始相信,苏友鹏已经是实力派演员了。 他在拍戏的间隙,偷偷地去国外进修了导演专业,回来之后,导演了佐尔和嫌疑人X的现身。 虽然口碑一般,但作品已经算是比较完整。 3. 陈志鹏 陈志鹏17岁时加入了小虎队,因为有一张酷似张国荣的脸,公司给他的名号叫小帅虎。 小虎队出道集大火,专辑大卖,演唱会场场爆满,也是自那时起有了追星这个词汇。 那是小虎队的巅峰期,也是陈志鹏的巅峰期。 90年代台湾平选四小天王,吴器龙和宿友鹏都入选了,唯独陈志鹏落榜。 这时候的他急需一部剧来让自己回到曾经的辉煌,于是变马希望寄托于少年英雄之洪文定。 然而,运气不佳,在最后一场杀心戏时,由于工作人员失误,陈志鹏的脸被严重受伤。 随后,他进行了两个月的疗伤,还做了患肤手术。 只可惜,这部剧在当年收视不佳,他也没有因此重回巅峰。 2004年,为纪念心中的偶像。 他不惧争议,接演了舞台剧《张国荣》副剧离接触。 起初时候,收到的好评很多,然而后面模仿多了,大众就开始有些反感。 那些一直支持他的歌迷也开始逐渐失望。 他模仿的月下,就会越多地失去本色,对他来讲并不算好事。 于是,陈志鹏再一次消失了。 沉寂故后让陈志鹏重新被提及的,不是他的作品,而是他略显眨眼的造型。 为了配合新专辑切面的宣传,他开始穿着各式各样的奇装异服,出现在各大活动现场,如机场和时装周。 那些夸张过头的辣眼造型,一度颠覆了过去所有人对他的印象。 陈志鹏病了,陈志鹏疯了,陈志鹏变娘了。 一直以来,他的话题不断,热搜是上了,可路人的好感源也彻底败光了。 就这样,曾经意气风发的小帅虎活成了大家眼中的一个笑话。 当在采访中被问到时,他说他尊重所有工作人员,回答得真诚且直接。 从相关工作结束到去年,陈志鹏逐步调整和过度,穿回平时喜欢的衣服,把头发染回黑色,他找回了最好的状态。 你会发现,昔日小帅虎好像又帅回来了,变得比以前更加成熟,更加有风度。 他已经50岁了,尚且还这么拼命努力,年轻人们怎么能轻言放弃。 受得过很多非议,但他的心依然纯粹坚定。 年少红级一时,巅峰过后慢慢沉寂。 如今50岁的陈志鹏再度出发,依然坚定。 重新让我们认识,也重新活出自己。 2019年,登上《创造营2019》的舞台。 成为导师的苏友鹏,又引发了一度回忆沙。 在节目中,他喊话吴奇隆和陈志鹏,我们应该约饭了。 随后,吴奇隆发话。 没有人比我更清楚你的努力,这就是我兄弟,真牛。 说好了,请吃饭,我跟志鹏等你。 陈志鹏也隔空回应,别光说不列,赶紧约起来。 并在微博晒出小虎队的旧照,写道,兄弟相认,太感人。 别拉着俺,让俺哭一会儿。 三人的互动迅速登上了热搜榜。 无数网友表示,期待三人重聚。 虽然每个人都走向了不同的道路, 陈志鹏落魄了,吴奇隆升级当爸爸,拍抗日神剧去了。 小虎队也不复是当年的小虎队, 可是他依然是无数人心目中的青春回忆。 作为偶像团体的鼻祖, 小虎队已成为一个永不褪色的青春符号, 那是70,80,90后整整三代人的美好回忆。 无论时光流转多少年, 那些承载着青春记忆的旋律, 依旧是那么熟悉和亲切。 只要小虎队三个字一出现, 时间就仿佛被拉回到多年以前, 那些热血沸腾的日子, 永远让人念念不忘。 青春不复,而人生的路还长, 我们应当珍惜当下, 好好努力, 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大家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别忘了点赞分享哦。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